其實埃及的這個存體 或者說他這一個存的 適應條件 就很適合9級存 9級防 你要知道9級防裡面戰列艦的大多數 口徑在406到 380之間然後少數的話 有個460和457 對吧但是因為 460和457基本上的話都已經 絕版或者說存資都 或多或少都帶有一點 毒開的人比較少 所以說埃及的特別是在 隨機魂境我也不好說但是在排位 裡面的話面對一大票的 457的那一個主炮 或者說380的主炮的話 他的在他的生存性上是有非常 大的幫助的而且他的 那一個自保 防空自保能力的話也還算 90撤甲再加上他的 那一個不俗的防空秒傷的話 面對 航母也說可以自保 也可以自保 然後他的主炮的話有一個 應該是76的 HU存生吧 76的HU存生的話他可以 基本上 基本上或者說可以 穿掉 全部的 9級戰列艦的目標 因為最後的話應該 最後的 裝甲厚度最後的話 應該就是蘇聯60甲板 但是他76的話 其實所有的層都可以打算 也就是說 埃及爾適應的 他最喜歡的那個魂境就是 也就是 呃 戰列艦的甲板或者說裝甲厚度 大於 35 然後小於76 也就是說所有的對吧 所有的戰列艦跟巡洋艦的話 其實都是他的目標 都能穿 畢竟所有都能穿嘛 都能穿 然後對面的話 因為是406 的原因導致他的 徹甲90和甲板30 就能防徽出很大的 生存優勢 再加上他的主炮的話 他的點火期望其實 是跟武器一樣 是 4.22吧 我記得 就大概是4 4 每分鐘應該是4吧 多一點 是不是 那他在輸出墳上對吧 特別是 針對戰列艦上 就有比別的船 有很大的優勢 不管點火 還是 直傷 當然如果說你的魂境有很多 32殼 或者說27殼 這種文藥的話 你的 你作為一個大巡的主炮 H1穿身的 優勢就不能體現出來 你就只能去那邊打一個 AP穿身 也就是說 去那邊打夾腳 當一個半個戰列艦 但這樣的話 埃及爾 作為一個大巡的優勢 就大大的被削弱了 你看一個彭美 一個 一阿華 彭美作為一個380 主炮口徑的話 他是 連不了我們的 對吧 他能輸出的魂境 或者說輸出的條件 就是一個是我 給他角度 給他一個人擊穿的角度 不然就是他只能穿一個 上層裝甲 上裝 不是上裝 叫上層裝甲 就是19 還是16吧 只有那一塊人穿 而一阿華的話 他頂多也就多了一個 船頭船 船船船船船 船船船船尾 27殼的人力 他甲板 對吧 側甲 只要有角度的情況下 他其實也是打不穿的 對吧 那就說明 如果在這種魂境下 你作為一個埃及爾的生存性 就會 遠遠大於 也不能說遠遠大於吧 就是會好 也不能說不一定會好於無期 但是他們兩個 都不會太差 是不是 雖然說他們在生存性的 那一個加強的手盾不一樣 一個是通過大寶劍 一個是通過 裝甲厚度 但是 埃及爾的話有時候 臉不了就 打中了也就無所謂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就可能會比 無期啊 爽那麼一點點 畢竟你打不穿 對吧 你打上層也就 頂多也就半傷嘛 然後大部分是過穿嘛 是不是 就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舒服一點 這邊的話只要 保持一定的距離 就算你擺個騎射角 就算你擺個騎射角 伊阿華打中我們的話 也不是很容易出高傷 因為畢竟的話 伊阿華這一個彈道 實在是過於差 太差 遠距離只要擺個40度的話 他其實 再加上一個 落彈角的話 可能會被 拉到30幾度 這樣的話 被擊穿的概率 就比較少 而且 遠距離的情況下 本身伊阿華的那一個命中 期望 或者說 射擊難度就大大的增加了 你通過加減速的話 其實是可以規避掉 不僅是通過一個 裝甲的 裝甲優勢去 減少 減少伊阿華對我們的輸出 對我們傷害 而且也還可以通過一個距離 距離優勢 對伊阿華進行輸出的同時 叫規避掉一些炮彈的傷害 這邊的話本身 航母的話 因為提供了視野 你看這邊都是 1160就是過穿嘛 問就是過穿嘛 就對面對面能造對我們造成傷害的那一個 條件實在過於苛刻 這邊的話其實是可以 可以那一個轉回來的 只要伊阿華或者誰 他們都沒在看我們的情況下 其實可以 可以轉為一個進攻的 進攻的姿勢啊 當然伊阿華還在看我們 我們先把那一個棚妹給打掉 你看 就 加 加減速一下 你就 你就會發現其實 其實 沒那麼 對吧 沒那麼容易命中啊 在16公里 伊阿華 就大部分 大部分文家 通過大部分文家的水 水準來說的話 445 也就 也就半個半傷嗎 也就一個半傷嗎 有用嗎 沒用啊 這邊往前開的話 就算擊中了 劍尾也就過存 因為劍尾畢竟 27的話 橫存的情況下 你打上去是過存的了 除非水中彈 水中彈也就半傷嗎 過於 就是 對面真的就很難受 其實9級的得尋 不管在 也不能說 隨機的話我還真不好說 但是在排位裡面的話 黃金和 不是黃金 就白銀 白銀和青龍盾位的話 是沒什麼問題的 他生存性和輸出端 在現在這一個 多行戰的魂金下 有很大的優勢 有很大的優勢 反正至少 比起中旋的 34穿的中旋 你本身又不能穿38的情況下 你這個大旋的口徑優勢 就會體現得出淋漓盡致 那行戰本身也沒什麼 暢成這種東西 遠距離的話 基本上就只能打中他的龜殼 隨行戰這文藝爾 他的生存性也是體現在一個魂境上 如果說 如果說重群多的情況下 他就是沒有人能穿38的情況下 他在中遠距離的生存性 就遠遠好於 遠遠好於其他的戰力點 但是如果說魂 你的對位魂境中有 各種各種38穿 各種38穿 各種38穿的話 你這一個龜殼就變成了一個烈士 畢竟別的船 有時候可以通過箭手 司令塔 或者說 炮 炮作 去規避 去粉碎 H1彈 但是你沒有啊 你那個主炮 主炮前置有點太靠前了 沒辦法 沒辦法 所以說多行 多行戰的魂境下 是可以開 開出大群出來616的 反正不落 不管是在輸出算 輸出端上 還是在那一個 防禦端上 反正我覺得埃及爾 挺好玩的 但另外一個就是一個斯羅德 斯羅德的話 跟埃及爾有相同的那一個 裝甲結構 只是他在主炮方面的話 輸出方 輸出端 比埃及爾弱那麼一點點 弱那麼一點點 其實 H1輸出的話 他們兩個其實不會差很多的 當然因為 斯羅德拿了一個 復炮精度的話 可能 在主炮精度上 不如埃及爾 不如埃及爾 在拖刀能力方面 可能也不如埃及爾 但是 他有復炮 他可以打近戰 埃及爾跟 埃及爾跟斯羅德 如果 拉距離 在他的復炮圈打的話 埃及爾其實是打不過 打不過斯羅德的 這邊後面的話 其實也就沒什麼問題了 對面已經沒有 獲勝 也不能說 這把其實就是我們贏了 嘛 因為對面的走位其實也是 比較奇怪的 這邊加速一下吧 但我記得這邊是沒什麼 沒什麼可以 啊 這我還能搶的嗎 火星 就兩顆啊 我記得 我記得那一個 八級的話 八級航母 徹腳應該都是19 如果能打中徹腳的情況下 其實也不用切一匹彈 我切一匹彈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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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